你在日本傳愛心的話會有點曖昧 然後後退一咕一咕 是這種感覺嗎? 好 然後再來第七題呢 那你覺得這個是什麼? 我完全看不懂這什麼東西 哈囉大家好 我是Frisis 阿嬤 大家好 黑素斯 對 黑素斯 那我今天呢請黑素斯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們看不懂的日本言文字文化 然後呢我今天會出25個表情符號出題給大家 然後呢我會考考黑素斯他到底看不看得懂 然後大家也看看你們看不看得懂 因為今天的題目呢有25題 所以就當作1題4分總分100分 今天大家看看你的這個日文言文字文化才度有幾分 我沒有想到會有一些網話差異 因為表情符號就有表情 沒想過嘛對不對 對 沒想過也是 但是呢開始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表情符號的小小歷史 表情符號就是日本的東西叫Emoji 然後它其實是1999年第一次出現的 那後來呢是因為Google跟Softbank跟Apple 他們為了就是共同的利益 就是有去申請這個Unicode 才變成是我們大家現在手機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表情符號 原本1999年日本第一次出現言文字的時候 是只有那個字帳型手機 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間才可以傳的 然後我如果傳給你的話它會Run嗎 對 可是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吧 好 那我們趕快開始第一題 我覺得這個超級好玩的 那我覺得為了要表示公平 因為真的看得懂的人 你就是要看手機上面 Line上面那個小小的圖 你就應該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會一個一個用手機傳Line給你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比方學話看得懂嗎? 就在睡覺啦 你看得懂耶 就很正常啦 這個每一個人在睡覺然後還有這種很像漫畫 很多西方人看不懂喔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睡覺會有這個 這個日文叫Hanajojin 就是睡覺的時候會有一個這個然後 跑跑錯了這樣醒來對不對 其實不是全世界都一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很多喜歡人就不知道 然後他們會以為是什麼呢? 他們會以為這個是酷的表情 哭個啼啦 就在睡覺怎麼會這樣哭 好像他們會以為這個是酷的表情 而且我看到有日本人在網路上分享說 他去留學有那個巴拿馬的同學 然後他就講說 然後這個符號 就說今天我的狗狗死掉了 然後這個符號 然後日本人看了他就覺得說 天啊他是怎麼樣 為什麼狗狗死掉然後你要睡覺 然後結果才發現那個同學 一直以為這個符號是酷的表情 對 第二題 這個 就是那個擦鼻涕啊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大概99%對了 那我覺得對於日本人的解讀來說呢 這個是就是有點感冒 然後那個 它那個呢其實不是擦鼻涕的紙巾 但可能就是有點用那個來表示 噴出來的氣還是那個東西的感覺 噢這是噴出來的 對可是你完全答對 沒錯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是需要這個眼鏡 我覺得這是完全對 因為你覺得是一個打噴氣的感覺 但是很多西方人是完全這個是問號 這看不懂這個圖在幹嘛的 再來第三題是有三個表情符號 然後我是想要問你說這三個表情符號 你會覺得有什麼差別嗎 當然有差別啊 那第一個表現你要親一個人但是 你有點害羞 第二個就是說就是你要親一個但是沒有練功 然後第三個是比較像廢文的 我覺得黑色很有解讀能力耶 但是呢我是看到說對於西方人來說 這三個表情符號都是一樣 都是清嘴 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中間的這一個啊 其實它不見得是清嘴 它有點是那種輕鬆 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吹口哨 然後那用法呢可能就會說 然後這個表情 也就是說啊我今天要敲掉我今天的課了 喔~~是這樣子的齁 對對對 沒有這個齁 我還有看到日本人在那邊呼籲其他的日本人說 欸因為這一個符號會在國外被當作是清嘴 所以你對於你沒有意思的異性 千萬不要去貼這個貼圖很容易被誤會 那下一題之前我突然想到一個那個方外篇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發現呢 就是我發現呢黑術師都會很習慣會貼愛心的符號對不對 對 對因為其實我覺得台灣人也會 然後那大家有時候留言給我什麼的 我也會就是去回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會用 那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呢你在日本傳愛心的話會有點曖昧 我知道因為我本來有 就是一直用愛心給愛心給大家 我就是放大愛 我是耶穌 所以就是要散發我的愛給大家 有人會覺得你怎麼會怎麼隨便給大家 有人提過 在日本的話 尤其是你是那種私下的賴 然後一對一的時候你傳這個愛心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傳這個會覺得 欸 他是不是對我有意思 我如果今天是 我如果今天是 然後我後退我 一咕一咕 是不是這樣感覺嗎 因為我怎麼會這麼奇怪的日文 因為我日文怎麼奇怪的沒有正常過 假設我今天是 剛來國外沒有很久的日本人 像 我有證據這邊可以貼我跟黑術師的對話 他已經傳來兩次的愛心給我 你看我還偷偷數有沒有 可能如果我是剛來的 剛來國外的日本人 我搞不好就誤會你是對我有意思的 喔 沒想過 對啊 後腳好 那我們來第四題 我一直瘋狂的給大家曖昧 哈哈哈哈 那第四個呢它不是臉了 是這一個 就是說風 喔 比如說放屁 喔 那這個就很西方人的想法了 我看到很多西方人覺得是 叹氣 然後不然就是放屁 這個日本的話呢 一看就會想到是那個 dash 跑步 然後有後面有風 或是很敢啊 那種感覺 對 好 再來第五題 這個 就是我在想事情 或是我在夢到 喔 我覺得真的是有沒有在看漫畫的人 真的會差很多 因為我覺得有看到很多外國的人 會說這個沒有在看漫畫 沒有看漫畫的人 會看不懂 真的假的 喔 這個我沒有辦法想像有人看不懂 看不懂 真的齁 那再來這個我覺得是對台灣人來說 一定可以理解 但是我很驚訝 雖然西方人超多人無法理解 好 第六個 就是分我啊 就是一樣漫畫 就是在這邊會出現 對 對 蔡叔叔可以理解 為什麼西方人可能沒辦法解讀這個嗎 我沒有辦法解讀這個 喔 你沒有辦法解讀 你已經太厲害了 沒有這個 因為 好 漫畫 說到漫畫 漫畫也是在 就是紅刀 國外 很多年 我小時候都是看 吉隆珠 啊 農馬 啊 錯懶念的 這個都是我小時候 而且不知是我 是每一個西班牙人 我們年頭都是看這樣的 真的喔 所以我覺得很難想像 有人看不懂 真的齁 如果看不懂 會不會是因為年輕人 可能會有一種 這個年代的問題 因為可能年輕人不是看 這些漫畫 而且可能會看 Diktok啊 或者動影啊 搞不好也是有關係喔 如果是那個日本文化 太更深地步 所以我一直以為這個是 好像全世界都會看的這種東西 然後我只要發現 很多論壇 就是西方人在考慮 這個到底是什麼 一個洞口嗎 之類的 就是完全看不懂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第七題呢 這個我其實之前 在我的日文教學IG帳號 有分享過 就說這個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 而且他的解讀真的超級好笑 因為我笑到肚子很痛 那你覺得這個是什麼 我完全看不懂 是什麼意思 這個呢是日本的 拿札 拿札是名牌 然後通常是那種 幼稚園 幼健 學生的那個名牌 都可能都會有這種畫畫的形狀 OK 很多外國人呢 都覺得它是 Tofu on fire 幼稚園就會有 就是你的名字在這邊 然後會有這種形狀嗎 有有有真的有 我可以給我可以給你 然後就這個 三角 喔其實這個呢通常 是比較代表那個 Chulip 是那個郁金香喔 在西方國家基本上不會有 所以你們就是從幼稚園到大學 完全都不會有什麼名牌 還是學號這種東西 沒有 因為其實日本也沒有這種學號 但是我覺得台灣好像都會有這個學號 有 台灣的學號 你怎麼有 等一下 你怎麼有 對 等一下 為什麼你是北韻女啊 通常好笑耶 對 然後就說 狂牌狂狂 狂屁狂狂 很重要的 你才沒有太好笑了 這太有血感了 我喜歡這個 也有建中的 欸這個夾子超好笑 你去做的對不對 欸對 好酷喔 我真的是去修 然後說我賣正正的 這個支服 好再來第八題 第八題這個是 我幾乎天天都會用 然後 就我非常之間 欸西方人竟然會有這樣子的解讀 我基本上用這個 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是謝謝 然後第二個是拜託 你非常完全就是日本人的正解 而且台灣人也都是這麼用 西方人會 西方人以為是這個耶 就以為是 就 HIGH FIVE 對 我以為是HIGH FIVE 再來一個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方人看不懂這個東西 因為在西方可能沒有這個東西 但我相信台灣的人應該都看得懂 我就是那個 一個賺 就是一個啊 好像有甜不辣啊 那或幾代的東西的啊 一個賺 我覺得這個可以給過 因為你解讀是沒問題 那對日本人來說 這個可能就是那個 但是因為西方可能沒有關東族 但是因為西方可能沒有關東族 所以他們看不懂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很多人的回答很好笑 是三角形跟圓形跟 這方形 串在一個串上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第十題 這個的話呢好像 因為西方人的誤會 好像還有上日本的一個小新聞 那我貼給黑素斯看看 這個叫天狗 天狗 對 這個天狗嘛 沒錯沒錯就是有時候那個 會有那個面具嘛 然後就鼻子長長的這樣 但是呢 因為是鼻子長長的關係 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會說 這個是那個皮諾球 皮諾球 皮諾球生氣的 我可以理解 你看不懂這個 但是皮諾球生氣 也有一點 誇張說 完全想不到這個 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對日本文化 沒興趣或是不理解 就可能也不知道 就天狗是 對天狗 對啊對啊沒錯 好 再來第十一題 好像是一種 很像國籍 一個根 或者醫療根的話 就會有兩個姬子 噢 噶噶噶噶噶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兒童節 會擺的一個象徵 會在那個自己的家 就是插這個 那個西方人我看到是 很多人以為這個是 兵分的魚串 它以為是吃的魚串 那不然就是有人會以為這個是釣魚 然後再來是第十二個 這個我覺得很好笑 我看到那個美國人的發問 就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是學校 噢 噢 噢 不對 哈哈哈哈 我的噢是說 噢終於找到有你不會的了 噢這不是學校 我看到美國人的誤會是說 它以為是一個叫T的人的家 那其實這個符號呢 它是那個 郵便局 OK 郵便局是 郵局 好第三個這個 這個 真的假的 對 對 我覺得很驚訝 我只能說 日本人的想像力比我的好 我看到好多西方人 就還以為這個符號是 小朋友的科學勞作 就是有可能方方的 然後科學勞作 就說欸 這是小朋友做的勞作嗎 這是什麼符號 啊 好 好 有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